都说艺人不容易 但门星自问他们所处的娱乐环境已经非常好了 作为一名爱豆 你可以没有颜值 可以没有实力 甚至可以没有品德 只要你会营销自己 那么你将会获得一片粉丝和无数清洁 甚至你可以耍大牌 什么导演前辈 只要你有流量 那他们只能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仆人 11月16日 南韩男团OmegaX 合体召开了发布会 并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 将全程内容同步给粉丝 他们的主题是揭露公司的恶行 消息一出瞬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在印象中 当地完全被财阀掌控 他们没全没事 能够站出来反抗 已经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了 据悉 这并不是OmegaX第一次反抗 他们曾通过曝光录音 发文的方式 想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之所以选择公开揭露 想必已经是无奈之举了 而每一次想揭露的罪行 也大差不差 在发布会上将每一条都明确地表述了出来 一共有五大罪行 第一条 成员会遭到公司高层摸脸摸腿 并且会被他们强迫陪酒 过程中还要听一些性骚扰的言论 第二条 会强制要求参加酒宴 并为高层挡酒 如果拒绝不但会遭受白眼 还会被威胁下一张专辑的发售 第三条 强迫成员将手机上交 且需要告知密码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被高层看遍 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 第四条 每天都需要进行高强度训练 15到17个小时 且一个星期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出席活动就相当于放假 此前流出的录音 也是关于这一条的 甚至有成员训练到晕倒 第五条 老板因自己的经验不善 导致赔钱 却要成员掏钱结算 此外 OmegaX表示 目前已经有部分成员 因承受不住长期的压迫 正在进行精神治疗 但他们表示 自己是不会脱离组合的 团体11个人将会继续后续的团队活动 成员们说着说着 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都说有竞争力才会有压力 在人均练习生的难寒 爱豆随处可见 为了能脱颖而出 正经公司会不断向艺人施压 比如女团Ally SACRIM 她们即便瘦成了皮包骨 依旧会被公司要求减肥 OmegaX即便在爱豆这条路上 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 但她们依旧选择继续走下去 不得不让人感叹她们热爱舞台的心 出道不意 希望每一个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舞台 在内与爱豆抱怨没有舞台的时候 日本偶像团体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 选择在地铁 街道上免费表演 OmegaX的颜值并不算差 实力也算中上水平 希望各位成员能够顺利解决这一件事 能够在未来发光发热 重点是石头 小决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